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时期就跟以后代不一样 他这个官吏他没有奉路 一般就是受田或者受义作为奉路 所以这个国语这个禁语就说 公时共 代夫时义 士时田 庶人时利 意思就是说国君 公之国君 他就是靠下面人给他供奉 代夫持义 靠给他封义 封义 那么这个士呢 因为士比这个大夫再低等 所以他这个靠什么呢 靠的是田 田就是说这个面积总要比这个义要小了 小块的这个田地 靠这个 至于这个庶人 庶人就是普通老百姓 平民百姓呢 靠什么呢 靠力 就靠他的这个劳动力 他就靠这个劳动力为生嘛 最低的等能 还有呢 史书里面也记得讲 当时这个奉路是这样子 大国之亲 一缕之田 就是说这个大国家的这个亲呢 他是这个可以从国家那拿到一缕之田 尚代夫一族之田 这个一缕是多少呢 是五百亲 五百亲的这个这么大的面积 一族是一百亲 也就是这个亲大夫 是吧 他们可以拿到这个几百亲 这么大面积的这个田地 那么还有就是比这个大夫 身份为低的这个士 或者比士更低的人 是吧 那么这个官府啊 就发给他们什么呢 发给他们这个报酬啊 也是田地 他们面积要比这个亲大夫的要小得多了 是吧 例如说这个比士这个更低下一点的这个树人 就是普通的这个平民 他们没有贵族身份的这个平民 他们在官府里面这个服务 是吧 主要就是靠获取什么呢 是令或者叫烧食 那么这个令跟烧食指的什么 指的就是粮食 就是说他们这个服务了以后 是吧 官府就给他们报酬 这个报酬就是给他们食物 就是这个谷物 把粮食 给他们一起 是吧 所以当时说这个工商食官 是吧 造立食职 是吧 说那个工商跟这个官府里面那个造立 是吧 他们靠什么呢 他们就是靠这个食官或者食职 就是他们给这个官府服务 官府也是给他们一定的报酬就是食物 就是粮食 所谓的食物都是按按就是指这个食物的东西发给他们 第八个题目 主要是讲一下这个刑法 春秋时期这个刑法 我们知道这个古代是这个兵刑不分 所谓的当时讲就是讲大刑用假兵 中刑用刀具 那么也就是根据当事人这个理念 就是这个打仗 军事打仗 跟这个刑法 法律这个刑法 都是对这个什么 对别人的一种这个惩罚 或者报复的手段 所以当然由大由小 大的就是拿那个 拿那个军队 军队出动那个军队 去这个惩罚 惩罚这个敌人 敌国了 那么刑法就是对待一般的犯人 所以这是比较小的 所以实际上 在他们在古人这个理念当中 这个战争跟这个刑法 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都是一种这个 对人们那个 惩罚的一种这个 一种形式 从西州以来 实现的所谓是五行制 所谓这个五行就是什么 就是墨 泥 飞 公 大批 这个五种形法 那么这个五种形法 古人都称之为什么 把他们称之为这个肉形的这个范畴 什么是肉形呢 就是说 从一个犯人身上 把他这个身体的一部分给他去掉了 或者把他破坏了 就是这个要流血了 这个时间就是一种 一种这个伤害这个身体的一种这个处罚 那么 所以这个五种形法都属于这个肉形 那当这个里面最重的就是死刑 死刑也是这样 也是把一个人把他这个身体给他毁坏了 所以这个古代这个刑法 我们说主要就是这个上面所讲的 这个主要是这个五种 就是把这个犯人这个身体一部分给你破坏了 损坏了 所以在这个上书 上书这个旅行旅行这一篇里面 就提到这个古代当西州所就是用这个五种形法 来这个对付这个犯人 下面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关于五行这个内容 墨 墨行是什么呢 就是给这个犯人身上 主要是脸上 古人是脸上 就是什么刺这个字 或者刺这个符号 那么这个叫墨行 这个古人也称之为金形 金 这个在脸上给你画了记号 而且这种记号 不管说符号也好 字也好 因为它是洗不掉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犯人 就一辈子这个脸上 都在这个额上 是吧 他都被这个刺藏字 这个字是洗不掉的 那么这种刑法 我们知道在中国来讲的话 它这个延续的时间非常长 不仅这个西州春秋 是吧 这个用这种金形墨行 那么后来的战国 秦汉也都用 一直拖到后来什么 宋朝甚至明朝 还得用这个 用这种金形墨行 脸上赤字的这个形 这个水浒传里面 有不少这些例子 武松啊武之生啊什么 他们都是因为犯人在 连脸上都刺上字 泥行 泥就是这个割鼻子 这是古人这个 也是经常经历一种这个刑法 就是把这个犯人 那个鼻子给用刀给他拿了 那么这种刑法 拖的时间也很长 一直到战国到这个秦 是吧 都有 到了西汉以后 因为西汉这个汉文帝 除肉刑以后 这种平方才算是没有的 但到这个中国以后 基本上也没有 还有就是这个飞行 那个飞 这个飞行呢 也可以在古书里面 也可以写作这个月行 月就是这个月亮的月 旁边加一个刀子 月行 在上书里面是作为这个飞行的 周里里面就把它写成这个月行 实际上这是一回事 月行就是飞行 那么这个古人呢 曾经也有这个误解 例如说东汉人 以为这个月是什么呢 是把犯人这个膝盖骨 给他去掉 也就是让这个犯人 他就不能走路了 膝盖也没有了 所以叫兵刑 所以这个古人讲 这个战国时期 这个孙兵 孙兵 孙兵就是说 他犯了罪 他这个膝盖骨给去掉了 所以孙兵后来 他这个 他不能走路 所以他经常是坐了一个车 一个车把他推了走 那么这种说法 实际上我们说 现在来看 我们说这个是古人的一种误解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 这个 实际上我们说这个飞行 月行也好 是吧 它是一种什么行呢 它实际上就是这个 把这个什么 把人的这个脚 脚掌了把它砍掉 这个古人叫做飞行 或者叫月行 因为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古音 我们知道古音跟后来的音不一样 这个有很多音呢 我们今天来看 什么 这明明是两个字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 可能这两个字 它就可以念一个音 可以同音吧 是吧 所以这样我们说这个 他写的时候 有的时候写成这个飞 是吧 或者是月 实际上我们说都是这个砍脚的这种情况 但是后来人的这个误解在哪呢 把这个飞啊 因为这个飞 古音念的跟这个冰的音差不多 他们就以为这个冰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因为冰跟这个膝盖骨有关 所以这个冰型呢 就是跟这个膝盖骨有关系 就把这个膝盖骨给它去掉 所以这样我们说 这个是一种误解 把这个就古音呢 把它弄错了 所以这个以前像这个清朝这个学者 这个段玉才 是吧 他就认为 他这个乐型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古人这个所谓断足之行 就是把那个脚给砍掉了 把这个 主要是把这个脚的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说这个脚的前部分 前面这部分 就是脚掌 脚掌脚趾 这部分给砍掉了 那么这个后面这个脚跟还留着 并不是说把一只脚全砍掉 就是把那个脚的前部分砍掉 脚掌这部分 所以这个脚跟还留着 所以这个在这个 比如说这个庄子里面 就经常建一种叫这个悟 这个悟啊 实际上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悦 悟行的这个 就受过悟行的这个犯人 他们这个有种名称 就称他为这个悟 那么因为是砍掉了这个脚掌了 所以这个庄子里面就说 说这个 有一个悟者以重型 是一个被砍掉脚的人啊 他以什么为走路呢 拿那个脚后跟走路 所以这个就证明 当时就古代这个悟行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脚掌给砍掉 所以他那个脚后跟还在 所以他走路实际上 实在不行的话 就拿那个脚跟在地下走 所以这个是这个悟行的一种 正确的一种解释 所以我们说古人 这个东汉人把他这个弄错了 以为是这个去这个膝盖 不是去膝盖 实际上他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脚板给你去掉了 所以他这个人呢 还勉强能够走路 你要是把这个膝盖要去掉 那人根本就就没法走路 那么在这个例如说 这个左传里面就讲 讲这个春秋末年的时候 这个齐国 他这个用的行用的很厉害 所以这个左传上当时行用 怎么能够行用呢 就是说齐国这个市面上啊 居健而永贵 这居是什么 居就是人我们现在穿的鞋 鞋叫居 说这个市场上啊 这个鞋啊 烙价了 为什么 就买的人少了 居是什么呢 居是那个 就是那个没有脚 没有脚板的人呢 他做了一种 这个用现在等于 现在的甲脂 甲脚 他这个东西涨价了 现在贵了 那就表明什么呢 他对这种当中夸张的 就说明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受过刑法的人很多 所以他这个 他不买鞋了 他就去买那个甲脚了 所以这个市场上 这个鞋跟那个甲脚之间 它那个价格 这个不平衡了 所以这证明什么 古人这个 实际上所谓的月银 就是砍脚 就要把脚砍掉 所以不是那个 砍这个膝盖 膝盖 它就是一种这个物体 还有第四种 就是这个宫行 宫 宫就是这个宫廷的宫 这个宫 这个我们说 他这个男人 男犯人 就是所谓的宫行 就是这个 把这个变成这个太监 去这个 去世 去世之行 那么现在的问题在哪呢 这个宫是男人 是这么解释 这是可以的 这个我们说 这个中国一直有 因为中国后来 一直到这个清朝 都有太监 太监都是这个去世 那么这个女犯人怎么样呢 女犯人这个古书里面 有人讲什么 说为什么女人也叫宫行呢 说就是把她关在宫里面 所以就叫做宫行 那么这个说法我们说也不对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所以这个 这个五种刑罚什么都是要在你这个犯人身上 要要要要要动点手术吧 是吧 那么这个男人当然我们说的这种公行是吧 他是要去世 是吧 这是一种一种手术了 是吧 那么妇女实际上也是要动一种手术 也并不是说把你关起来就完了 那关起来那就 那就不叫刑罚了 是吧 因为肉行都是要 在身体上要给你动刀子 是吧 所以这个 所以古人说这个 所谓这个妇女也可以叫 一种叫这个左行 左行 但具体的因为这个记载没有 现在我们只能这个推测是吧 古人的所谓这个左行也是破坏这个女性的这个身姿系统 也是给他设成行法 他这个跟男人那个公行一样 他目的就是让你以后就不能生育 还有最后一种这第五种就是这个大批 这个大批啊就是死刑 这就是这个所谓的生命性 把你这个生命给剥夺了 这是刑罚里面当时最重的 最重的 那么这个宗旨一个犯人的生命呢 在古代来说 在中国古代来说是吧 他这个也有不同的这个 这个处置的办法 一般说比较多的是吧 古人就是什么 就是把那个犯人啊用这个绳子 或者这个用这个捐驳 把他这个脖子里面给他搅上 把他搅死 就是搅形的时候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一般 我们所知道的古人这个所谓杀头 砍头 那就是崭形 不过一般我们看来在这个 中国这个长期 古代长期以来是吧 这个刑罚里面 死刑的主要还是用这个绞刑的为多 用这个砍头呢 当然也不少 但是比起那个绞刑也相对要少一些 一般都用这个绞刑 不用这个斩 那么这个恐怕跟中国人的观念也有关系 因为中国人我们知道 所以这个身体发复受制父母嘛 不能毁伤 你身上掉了一个东西是吧 那这个死了以后好像对不起这个父母 所以一般人他愿意这个绞刑 绞刑他这个身体还是完整的 你要砍了头啊 他就不完整 他这个古人一般的所谓大批 一般代表是 脚刑 脚刑为止 这个 古人这个对于这个受过五刑的这一犯人 是吧 也有种专门处置的办法 因为是这样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这种 受过这种刑的人 除了这个死刑 死刑那就完了 那个人人都死了没了 那么其他 前面这个四种什么呢 人虽然受了刑 但是他还还活着 甚至他还可以劳动 那么古人 古代也有种专门处置这个犯人的办法 所以这周理上就说 说什么呢 说这个莫者使守门 说这个脸上 刺过字的这种犯人呢 就让他去 去看门 以后他的这个 这个终身的职务就是看门 到老为止 一直就做看门 泥者使守关 泥就是这个割鼻子的 鼻子给割掉了怎么办呢 就让他去什么 去守关 到那个关口上 关卡上去 去把守 守这个关卡 那么 公者使 守内 那么受了公刑的人怎么办呢 所以公刑的人 他就是守内 守内什么 就 做这个太监 就在这个宫廷里面 去管理妇女 因为这个 这个太监 他这个受过公刑以后 你让他去管理这个妇女 他就不会出问题了 因为一般就是用这个公刑的人 去到这个宫廷里面 去管理妇女 岳者使守幼 那么没有矫论怎么办呢 去给他 干什么呢 去守这个 那种菜园子 等于现在话来说 菜园子那个小片的那种耕种的土地 让他去看这个 看这个 他虽然走路不方便 但这个 你去看那种 这个园子什么 也还是可以胜任 这个是 五行的这个情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